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中元 我是蔡中元 今天整个盘式上 开始出现了多方抵抗的力道 做增强的一个效果 其中最明显的包含像OTC 这一波跌掉了25% 但是在今天已经开始出现 比较明显 很多跌升的股票 开始有多方抵抗的一个力道 但是赵老师一样是叮咛跟提醒 我们说这个时期里头 个股之间的差异性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如果同时你要持盈保态 或者是你要把失去的药回来 或者是你手上的持股 要做所谓的一个持股的调整 你一定要把握住 现阶段这个时机 跟现阶段的这个时期 一旦如果它跌升开始出现反弹 或者是有的是相对强势 已经领先大盘 领先市场 甚至领先指数 它先足底 或者是先落底 这个都会是一个关键 都会是一个重点 昨天最明显的是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盘中出现了亮灯 但是尾盘没有锁上去 如果假设以超市的一个看法跟观点来看的话 大力光是一家好公司 它是一家基本面优质的好公司 但是它的股价反映到三千多块 反映到三千多块 到目前为止还有两千九 超市认为以目前整个合理的价值 来看的话 它必须要在长坡段里头 去做一个比较大的整理跟修整 尤其在基本面上面 基本面如果没有再大的一个爆发力 那么大力光的一个看法 会相对比较中立 比较中性 甚至比较中性偏弱 大力光的一个部分 但是你说如果我们要做向下操作的话 大力光会不会是一个选择呢 超市反而就不建议 超市认为 盘面上里头向下操作的个股 还是非常的多 没有必要去执着 一定要去放空或者是去做空谷王 去证明自己的技术 或证明自己的看法 没必要 但是你看到像三六五八的汉维科 这两个股反而它跌势根的跌幅 跟它的空间 它的这一段的一个修正 反而比大力光大非常非常的多 从两千多块钱到这里 一千块钱的保卫战 那你说今天出现一个十字线 会不会出现一个跌生的反弹 超市认为跟它基本面 有非常大的关系 基本面如果它没有再大的一个爆发力 大的一个成长性 本身它这一段的修正 就是因为在反映第二下半年的业绩 去年上半年赚了9.69 但是第三季开始受到了需求的疲弱 开始变得一个比较明显的衰退 那么再加上呢 如果它基本面又没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成长 超市认为这一段就是在反映它基本面的疑虑 那如果基本面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正面反应的话 即便这里有一个十字K线的止跌线 都有可能还持续的出现一个趋势的力量 形成继续的一个偏弱的一个格局 所以呢 3658的这个汉维科会不会是一个可以多方留意的一个标的 我少认为不是 即便它已经跌很深了 即便它已经跌很深了 少许还是认为它不是一个选择做多的标的 这个时期里头要去选择做多的标的呢 不外乎你要去留意的是力量 买跟卖之间力量的拉锯 但是这个力量呢不是去观察散单的力量 也不是去观察融资的力量 而是要去观察法人持股之间力量的一个拉锯 比如说我们再来看 少许再举例一个重点 像近期 以最近这一段 9000多点摔下来到8368点 大盘的一个部分 这一段呢跌掉了600点 再往前推 9124跌到了8368 跌掉了将近快800点的一个空间 这一段 那请问这一段跌势当中 有没有个股它已经领先足底 或者是呢领先抗跌 尤其是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呢融资在断头 比如说融资在悲观 比如说呢这个空单气焰大胜之际 空单在增加 像这种情况这种时局这种气氛之下 融资在大减的情况之下 散户在恐慌沙盘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个股它是抗跌的 这个抗跌的标的一定是一个重点 一定是后市的焦点跟接下来的方向 因为投资美去想一个重点 最伟大的投机克克斯多安尼他说呢 筹码分析的本质就是股票握在谁的手上 当一档个股的股价 如果在整个大环境的气氛都不佳的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领先落底 或者是领先抗跌 或者是领先强势 那代表的是呢 它买盘的力道 大于市场上面悲观的力量的卖盘 大于呢散单的卖压 大于呢散户们在紧张 在恐慌在非理性的卖盘 这个买盘的力道是能够 能够这个大于 这个所有的市场上面的卖单 它才有办法股价相对的强势 甚至领先的先做抗跌 或者是领先的先做足底 那么这个方向呢 就是投资美你翻身的机会 就是投资美你手上持股 股里头要做态患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赵斯在这提醒跟叮咛 我们说股票握在谁的手上 一定是一个关键 那我们举例一个重点 比如说我们看最近 这两个礼拜多的时间 大盘从高到低这样摔下来 持续的一直在破低 OTC跌得更重 很多的个股跌很惨 你看像汉维科 你看像这个金电 或者是像这个宏达电 今天再一根跌停板 持续的破低 宏达电同盟有没有发现到一个惯性 这家公司非常喜爱去做财务预测 但是每一次的财务预测的隔一天 股价通常都是重挫或跌停 因为都是不如预期 那财务预测是必要的吗 过去呢 法令上面有限制说 上这个公司要做财测 但是呢已经取消 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财测 你只要在财报的公布时间 依照规定的时间做公布就可以 没有必要说公司一定要去预测 像大力光昨天 财务预测是只能送他一句话 去公布说八月份不如预期 结果呢 这个主管机关说要查凸英 说要去查凸英 说这个有去散播什么 领先资讯的一些不实的谣言 那是公司派自己法说会上面提到的一个数字 你没有必要去做财测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一个中文 我们说呢 弱者和弱 有些个股一样持续的弱 这些股票请你要及早的做处理 包含了 你看到像LED 包含像你看到像这个太阳能的族群 都是持续的破低 包含像LED 都是持续的破低 创低的一个状况 这些个股请你一定要 留意及早处理的一个现象 包含像面板族群 也是一样 融资非常的高 但是呢 股价却是一路的走跌 你融资越买越死 融资越买越套 那会非常的可惜 那我们说现在后市的关键 如果假设整个大盘在这个地方 开始有出现多方的反应 跟多方抵抗的机会 那后市一定微量四问 量越大你空间越大 那你量越小 要么就是一个急缩量 出现一个极致的急缩量 这种急缩量呢 有利于这个所谓的筹码的沉淀 该卖的想卖 抱不住的没信心的 一次清干净 就会出现一个急动量 这个急动量就是一个反转的机会 那赵老师也告诉大家 我们说我们认为这个时机当中 离转折的低点已经不远 原因在哪 原因在于融资出现明显的大量的退场 再加上法人是在那买超 三大法人 所以我们去找寻的是 现阶段的时机跟机会 而不是去事后的去说明之前的高到低 然后从万点放空下来 大家赚了多少又多少 不是 这个没有帮助 赵老师呢 要带给各位的一个实质上的意义 是我们要去了解后世 怎么去做规划跟处理 怎么去做规划跟创造财富 这个才是重点 那我们举例一档各股 比如说我们看2412的中华电信 再来做对比 这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大盘一路的盘跌 一路的做一个破低 中华电信呢 相对的强 那再来观察 法人都是正在买超 不管是投信 不管是外资 那代表法人跟 法人或者是外资 或者投信 他在寻求资金的避风港 因为中华电信本身 电信类股 他本身就是属于 所谓的防御型的 那但是呢 有些个股并不是属于防御型 他反而呢 能够维持相对的强势 比如说像好乐底 那央视法人是正在买方的 正在多方 这波指数的跌 有些个股是相对的强 甚至领先 那有没有个股呢 是已经先领先落底 或者是足底的个股 比如说呢 有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叫做 2316的男子电 它的低点在这里 7月28 指数的低点在哪里 7月28呢 大盘还在8500 8582点 然后呢 现在目前8442 今天还破一个低 大盘还破一个低 但是呢 男子电已经没在破低 而且领先的往上走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是领先抗跌 它是领先 足底完成突破的颈线 同时 它也是领先 这个 这个相对 展现出相对 强势的一档股票 就最近 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观察 它是相对强势的 那为什么它会相对强势 因为它正在反映的是 基本面的数字 汉维克如果假设 7月份营收非常的烂 非常难看 这一段就是在反映 它基本面的数字不加 那如果7月份营收又不加 可能股价的反映 还有力 还有减分上的冲击 但是呢 如果这样子的个股 它领先 那代表它在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 有可能7月份营收加 有可能第二季的季报加 有可能在季报公布之前的季报 相对的亮丽 那也有可能公司开始正在买方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消息里头 你发现到今天男子店 公司开始实施互传股做互盘 台股重挫 上市贵公司的印刷电路板 PCB的获利网 获利网男子店 开始在买回它自家公司的股票 那实际上男子店它算是相对比较委屈的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公司它处分 这个所谓的大陆的子公司叫护店 这个母公司赚钱是赚得饱饱的 但是股价居然这一波是往下修正 形成了相对委屈 那公司处分的这个子公司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部分 它是已经落袋了 1234坡前面三坡 它处分了中国大陆挂牌的一家叫护店 那护店的部分呢 从1.87元挂牌涨到最高是12.89 目前大概是在6块钱左右来做一个震荡 但是呢 它是在一块多上涨到12.89 这一段上涨段最热螺的时候站在卖房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它操作跟它卖出是非常的漂亮 那应该呢 我们要给它正面的一个反应 应该市场上面给它正面的一个加分 但是呢 它这一段却是随着市场而出现一个修正 所以呢近期开始慢慢的又展现出 还它基本面价值的一个公道 那处分完整个利益的部分会回到损益表 所以呢今年的第二季 数字会相当的亮丽 那第二季的数字呢 公布之前 超市预计整个股价就是一个正面加分 会是一个正面加分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在目前这个时期里头 它就会领先抗跌 大盘往下破低 它会领先先足底先抗跌 那不是只有男子店 还包含了我们跟我们提到的像3081的联雅 联雅挂牌最低352 新贵 同学们如果你把新贵的这个K线图打出来看 你就知道 新贵之前169 169 到目前为止的400多块 请问它是多还是空 它当然是多方 169到目前的413块钱 最高457 它一样维持多方 而且最关键的重点在哪里 最关键的重点 它是相对强势 大盘是破低的 到今天为止 大盘还在破低 这档个股 请问有没有形成一个资金避风港 请问有没有带给各位 低档买进 创造财富的机会 请问有没有带各位去避开 不必要的风险 甚至多创造了多的利润 这个就是关键 光通讯本身 年复合成长超过两成 那问题是 当这个成长趋缓的时候呢 会形成所谓的上肥下寿 预期未来一年 整个光圈产业的一个部分里头 我们拉近一点 光圈产业会呈现 上肥下寿 那上肥上是谁呢 领亚就是最上游 它掌握住了关键技术 雷射雷晶片的一个部分 当今全球能够提供 雷射雷晶片的厂商不到十家 同时领亚还是最上游 还是Intel的细光计划的 唯一的供应商 不到十家 唯一的供应商 这就是为什么 法人会告诉大家说 他有机会 偏当下一个大力光 的口袋名单 就是候选人之一的意思 那这个细光计划 实际上未来的效益跟爆发力 如果成功发酵的话 甚至呢 长期都有高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爆发力的期待 那Intel的细光计划 它是说细光技术呢 希望能够取代铜线的传输 这个商机就非常非常大 投资本你光是去思考这个问题 由Intel去主导的这个细光 未来取代整个铜线的一个传输 你看这个商机到底有多大 你可以去思考这个重点 为什么法人会买个不停 投信会天天在买超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时期里头 最好是提醒跟叮叮大家 手上的持股 请你一定要正视 然后呢 掌握住关键好股票 好股第一届的时机 做集中式的操作 才能够真正帮各位去解决 你手上持股的问题 你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可以去思考这个关键 那如果有兴趣要跟进脚步的 欢迎大家把握住时机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走回来 好股民大关怀 无三不成理 那么这一波的行情里头 如果同时你手上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少知都欢迎大家 可以电话先做一个来电 那少知呢 会带给各位投资建议书 那同时呢 调整好你的脚步 持股来做活化 掌握住关键的时机 关键的机会 然后呢集中操作 成为赢家的一员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帮各位 去做到翻身 同时呢保住股民大关怀 特别活动的时机 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水密性呢 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春江水暖 压先知 故事多空皆有兆 筹码险算真营图 宗旨教化 机中险 圆满人员 古中情 动如先机 在其中 筹码大师 蔡老师 让您立于 不败之地 稳中求胜 让您稳稳荡荡 赚大钱 出播 轮源 无传线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 轮源投顾 为您精准 掌握投资 买动 选择轮源 让您财富轮源 无传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投资自己 潜力无穷 现在订阅理财周刊 一年52期 限时加送8期 总共60期 只要8188 详情请洽 订购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或上里州网站查询 加一箱活菌猪肉 全程活菌饲养 自然提升猪肢免疫力 绝无药物残留 活菌猪生产 自动化电载 低温分切 低温运送 一贯作业流程 是从牧场到餐桌 逗安心 且外销日本的活菌猪肉 加一箱活菌猪 肥瘦都好吃 好 回到现场 我们说这个时期 是一个关键的时机 整个多方抵抗的力道 会开始渐渐地做加强 那其中法人资金 在做换骨的 积极做调整持骨的 它转换的方向 会是一个后世的重点 包括像法人 在索马的个股 比如说在目前盘市上里头 相对的出现一个修正的同时 却出现法人 站在买超的股票 法人在索马的股票 这些个股如果相对强 如果它在 大盘的一个破底之际 它领先先足底 领先先做落底 它一定是各位同志们 你接下来后世 翻升的关键 翻升的重点 因为稍后是不断地提醒更迭 我们说股价会涨跌 会涨更迭 是买跟卖之间力量的拉锯 那筹码分析的本质就是股票握在谁的手上 法人会领先市场站在买方 那一定代表后世 接下来它一定有什么高度的期待 高度的原因 高度的重点 那最重要的是 有股价影响力的买盘 它站在哪一边 那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那个才是你 同志你要去思考 站在有力的一边做思考 那其中我们提醒大家 3081的联亚 这个联亚的部分 7月22号出挂牌 22号 好 亚洲巨炮3081联亚 其中在最后的 最后这一段有提到 新股挂牌前五天 没有涨跌幅限制 一旦解禁之后 超过千张 占股本的比例 42.84%代表筹码安定 具有优势 那么超过是说 如果一旦前五天解禁之后 法人投信的买盘 预期会因为认同度高 而将会积极的介入 7月22号 7月22号是这一天 这个是投信 12345 五天没有涨跌幅限制 第六天开始 大买 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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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买了几天 连买了八个交易日 那大买是连买了七个交易日 是不是如同少师跟你谈的 涨跌幅解禁之后 前五天 前五天无涨跌幅解禁之后 投信 买盘 认同度高 积极介入 是不是 都在预期当中 那接下来后市怎么看 当它能够展现出相对的强势 或者是相对的抗跌 或者是一个资金的避风港 那接下来如果大盘一旦直稳 少师再直接告诉大家 如果整个盘市上一旦直稳 多方抵抗的力道开始增强 相对强势的领先抗跌的 它接下来会是后市的焦点 会是后市的一个关键 那么最关键的是 也是各位你翻身的机会 也是各位你要掌握住 创造财富的一个关键时机 所以我们不断的提醒恩典 我们说我们这一波 这一波里头 除了提醒大家风险之外 还告诉大家 我们说那 豪股上面的一个 资金避风港 趋吉避凶的一个概念 集中超速 时间一拉长 慢慢的 它涨到457 有做一个震荡 震荡来到了这个8月 8月4号这一天 差不多再告诉大家 378关键密码 关键密码隔一天涨停 这一天 拉回的最低 8月4号 当年节目里头 差不多再告诉大家 8月4号差不多再这一张 写了378 告诉各位 我们说378这个位置 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的时机 后来果然 它又开始往上走 所以我们星际团队提醒大家 我们说这个时机里头 如果你要翻身 要把握住机会的 或者是呢 你在这个时机里头 不知道怎么做操作的 欢迎大家 把握住时机 根据角度 尤其豪谷要低接 掌握住它 真正关键时机的一个机会 才能够真正带给各位 翻身的一个时机 把握住这个电话的一个沟通 那事情关系 我们去做个小时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区域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鹅牌气密窗 2987 1111 好 股民大关怀 无声不成理 那么徐旭现金扭转现况 如果同时你在这个时期里 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少时欢迎大家 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拨通 那么持股上面 调整好你的脚步 把你的持股调整好 不知道怎么做调整的 少时会帮各位 带给各位投资建议书 同时持股来做活化 同时掌握住关键的时机 掌握住集中操作的机会 那如果你有不赚钱的讯息 或者是不想跟的讯息 或者是多空不一致的讯息 或者是没有赚钱的讯息 不想看的讯息 超日动欢迎大家全部吸收 全部吸收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活动 全部来做一个吸收 你可以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时机跟机会 那前三个月服务不计会期 再加码前三个月服务不计会期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欢迎来电 把握住股民大关怀 特别活动的一个时机 比赛新革命投资新思维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轮员投赋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习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无专线0223219933 0223219933 春江水暖 鸭先知 古事多空皆有兆 筹码险算真明图 宗旨教化积中险 圆满年元古中情 动如先机在其中 筹码大师蔡老师 让您立于无败之地 稳中求胜 让您稳稳荡荡赚大钱 出国轮员扶车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新革命 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轮员投赋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习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财富轮员 无专线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 市民最佳的理财双听 缺一不可 现在订阅银记李财周刊 加赢家日报 只要9188 更多优惠专案 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小胖快点 大家等待小胖 对舞别拉太长 小胖没事吧 没事 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 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拨打119或112 请求协助 明天防进责 内政部消防署 关心您 台风好语来师怎么干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堆沙包 谢谢